内部解体的泰坦尼克号残骸观光潜水器泰坦号 在23号是由江南大阅书安全委员会发布声明之后 陈带领调查之后呢 这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在25号就表示 正在领导对于泰坦号潜水器事故原因的调查 美国海岸警卫队首席调查员诺伊·鲍尔尚未表示 海岸警卫队于周五开始了海事委员会调查MBI 泰坦号的打捞行动正在进行中 事故地点也已经汇指出来 卓疑罓尔表示海事委员会正在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 法国海上伤亡调查委员会 和英国海上事故调查处等机构密切合作 海岸警卫对少将毛格强调案情极其复杂 而且由于深海勘探领域监管不善 整体调查将如何进行变得更为复杂 拥有并运营泰坦号的海洋之门探险公司 总部位于美国 但潜水器在巴哈马注册 泰坦号并未注册为美国船只 或在国际安全监管机构注册 它也没有由为船体建造等问题 制定标准的海事行业组织进行分类 海洋之门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爱弗里特 但在泰坦号被发现后关闭 与此同时 泰坦号的母船吉地王子号来自加拿大 而遇难者就分别来自英国 巴基斯坦 法国和美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0文章 2 5 15 22 mesmo